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大家一起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我们的神是施行歧视的神 我记得几年前我和纽约一批弟兄姊妹去四川 去开始我们的儿童村 就是孤儿园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经过一个博物馆 我好奇进去参观这个博物馆 我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他们在展览的一些黑色的木头 这些木头他们就叫做沉树 这些黑色的木头原来很有价值的木头 它的价值是比黄金还高过三倍 就是一两的沉树的黑色的木头 等于三两黄金的价钱 但是他说 这些木头原来是在河床底下 经过很多的年代压迹沉树 才组成的叫沉树 这些沉树一定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要年代受压很久 第二一定要有很适合的养分养料 就是附近那些土养要适合它 第三它一定要生长在受伤的树木旁边 这三个因素就使得这些沉树 变成有价值的沉树 我觉得创世纪 从30章到50章 这40%的记录里面 说出一个等于沉树的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人就是约瑟 约瑟当然我今天着重点是在最后的一章 第50章那里告诉我们 约瑟总结了他生命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说话 现在我们先看看约瑟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 约瑟的父亲雅各 为着要娶娶她的妈妈 拉杰服侍了一共14年 当然其中7年 是最后为着要娶拉杰再做了7年的苦工 换一句话来说 他的原生家庭是充满爱的家庭 但是这个爱很复杂 如果你从创世纪30章读到创世纪50章 你见得到那些来龙去脈 非常之奇怪 因为雅各不但杀了拉杰做他的妻子 但是在洞房之夜 他居然发现他的岳父换了拉杰的姐姐 来做了他的妻子 他为着被他的岳父骗了他的新婚的妻子 然后他再一次服侍拉杰 为着拉杰再服侍7年 所以他在一个很奇特的爱家庭里面 这两个姊妹他们的妻女 就是他们的女僕 也都成了他们的代新人 也都和雅各生了其他的子女 所以药室的家庭里面一共有4个妈妈 他前面有10个哥哥 所以一个很多爱的一个家庭里面 但是他是他妈妈的第一个儿子 第11个儿子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宠爱 这个宠爱带出来的是偏爱 因为他的父母都很喜欢他 显现他的长相很特别很好 成为他妈妈的代表 也都因为他受了很好的待遇 他们几兄弟 几个4个妻子 都非常之差爱 都非常在争执中过日子 所以他的生命 他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 是宠爱 又是偏爱 又是差爱 一个非常很特别的环境里面生长的 故事就是这样说 就是约失因为他得他父母的宠爱 给他有独特的一件彩衣 很漂亮的衣服 现在我们说的是4000年前的时代 那时一件彩衣一定是很有价值的一件衣服 但是这件衣服给他带来极大的困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哥哥们 他就有独特的衣服 他们就没有 因此产生了他生命里面的困难 什么困难呢 就是他们恨他 他们恨他 为什么他们恨他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亦都跟他们说 他做了两个梦 他的梦见 他的大佬和父母 好像他们的和菌 都拜他的和菌 这个是他很小的时候 就使得他们哥哥们对他相当不太好 因此他们很恨他 圣经告诉我们听 《针研》第十四章 第三十节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妒忌是骨中的有难 有难也是微难的意思 也是骨翠里面的痛苦 产生的痛苦 英文圣经 英文圣经 ESV 将这个 有难这两个字 翻译成 我们很怕提出来的 癌症那个字 Cancer 所以 妒忌呢 可怕就是 可怕就是 等于Cancer 那么恨人憎恨 因为人类第一件谋杀案 就是创世纪 告诉我们 该人 因为他不如 我阿伯的宪制 所以 他就从 恨他 妒忌他的 弟弟的宪制 到恨他 以至于杀他 这个就是 为什么妒忌的坏处 是这么不良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 药室不但在这个 微难的Cancer里面 过日子 同时 他们几乎要杀了他 《创世纪》第29章 圣经说 他的父亲 雅各 叫他去 问候 他们在很远的田里面 在牧羊的十个哥哥 结果他那次去 代表他爸爸的问安 成了他们 谋害他生命的 一个日子 圣经说 他们想将他杀了 被他那件彩烟 剥了他 然后回去 告诉他爸爸 他被野兽吃了 事实上 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没有下手去害他的命 不过 把他扔在一个 深坑里面 扔在一个深坑里面 让他在那里叫救命 没有人听得到的地方 结果呢 就将他在那个坑里面 后来 卖给以色玛里的商人 再卖到埃及 卖到他这么巧 买主 是当时 法老王 埃及的法老王 的参谋长 或者是军事的代表 波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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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 药室 在他家里做管家 这一位很特别的人物 药室 居然 是成为这个管家里面 他所最相信的工人 叫他不但管理他的家 不但是做管家 而且是做总管家 在他一人之下 他管理全部所有的东西 但是问题又产生了 他的女主人 很喜欢他这个年轻的上貌 或者他的体格都不错 就想邀请他和他上床 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 药室 在39章 那里告诉我们 他说 我不能够和你犯奸淫 第九章 他说 我怎能作者大恶 得罪上帝呢 他将这件事看见 不但在道德上不应当做的事 而且他觉得这件事是 得罪上帝一件事 很大罪 我不能够得罪上帝 因此他走掉了 当然他走的时候 他的衣服留在那里 那件衣服 就成为女主人控告他的一件正物 当然 就因为这件事 他的摩提佛 他的主人 就将他困在监牢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虽然被困在监牢里面 他没有怨天尤人 他不觉得是一件苦事 虽然监牢 未必 比那个 深坑 好得多少 虽然那个 深坑的经验 已经够他受了 现在是监狱里面 但是他因为 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 所以他没有 变成一个不可容忍的人 他反而 很乐意 将这个监狱 变成他一个新的 训练场所 或者是叫做workout room 一个特别的训练 断练身体的 一个体育场 所以他很快就成了 这个监狱里面的主管的替身 当然 监狱里面有一些是主管不想做的事 他说你做了他 也都给他有机会去做他喜欢做的事 因此他变成 一个监狱的被困的人 变成一个主管 也都因为这个缘故 他能够结析到有两个高官 被法老混在监狱里面的 一个叫做酒精 一个叫善掌 就是一个管他食物 一个管他喝酒的那个 两个都被他混在那里 当他知道这两个高官 都有困难的时候 他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困难呢 他们说 我们的困难就是 我们都在这个监狱里 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梦 但是每个梦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他就说 你说我听 我可以帮你们解梦 我可以圆梦 因为上帝 我相信的上帝 他可以让我知道 你们的梦是什么 就是这样 他两个善掌 在他解梦的时候说 你的命就没有了 但是对酒精呢 他说 你一定会恢复你的官职 哈 他的解梦果然如是 没有问题 他果然回到法老旁边 做酒精 因此 他说他听 你走的时候 你在法老门前 帮我说一句话 等我这个无辜的人 在监牢里面可以出来 那酒精说 当然了 没问题 我可以跟你说 事实上不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他居然是忘记了约失 当然他的忘记不是因为他善亡 而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却不记得约失 即是说他有一些故意性的 这个人不重要 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 约失继续坐在监牢里面 多久我们不知道 但是总知道神的时间 会来的 他在等候 虽然这个等候的过程不是很好 但是他能够看到 神是要使用他 结果神的时间来了 神的时间来的时候就是 因为法老同样是做了梦 全国的法事 全国的那些继谋家 都没办法和法老解释 他的梦 说为什么要有瘦牛 有肥牛的整个过程 因此就要约失来和他解梦 神的时间来了 他被召去帮法老王解梦 这个就是约失的特点的地方 他知道不是他能够做什么 而是上帝使用他 所以他和这两个和酒正也好 和法老也好 他说解梦不是出于我 不是我有什么好好的地方 而是我的上帝能够为你解梦 因此他说 我所依靠的神 他有超人的智慧 他能够施行其事 来为你解梦 就因为他能够解梦法老 很欣赏他 欣赏到那个地步 就叫他做他的宰祥 你记住 这个时候的约失 虽然差不多是三十岁左右 都没有到 这一步 又是一个外国人 出生 他出生是在监牢里面出来 以这个身份 居然成为他们全国 当时的埃及 几乎是全球最富强的一个国家 他做到他们的宰相 这个身份非常之特别 因为他知道 他之所以能够解梦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宰相 完全是出于神 等于他跟法老说 解梦不是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果 结果来回答法老 他并没有什么掩饰 他说我所依靠的 就是这个永生的神 各位弟兄姊妹 约瑟的故事 是见证上帝的歧视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重要一点就是 他的歧视 是见证上帝的奇特 成为多人的祝福 因为今天主要的见证 是创世纪最后一章 五十章 第二十节 那一节圣经说什么呢 你们的意思 你们的本意 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这句说话 成为我们今天 面对我们的疫情 一句很重要的思想的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说话 你们的意思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 第一个重要的意思 就是神用奇迹 奇事来猜遣他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哥哥 他们来求粮 这个整个故事 是依靠约室 去带些粮食回到他们的家 然后他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叫左右手 全部都清肠 然后他跟他们说 你知道吗 我就是你们 丢在坑里面的那个弟弟 约室 当然他十个哥哥被他吓得 魂不附体 但是他说不用怕 在《创世记》第45章 第5到第8节 他三次跟他们说 是上帝警察我来 上帝兵叫我代表你们来 上帝警察我来 给你们未来之先 先头部队 来管理这个国家 知道你们今天全国家族 所需要的粮食 没问题 是上帝差遣的 各位弟兄姊妹 假如你是约室 你能够看到这件 这么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能够从他被卖 困在监狱 又被人冤枉 又被人忘记 整个过程是上帝猜遣他 这个是信心的伟大 是深空的扩大 是他人生的伟大 他看到他生命不同 不同别人的生命 因为他有一个使命的人生 他的人生是一个使命的人生 这是第一点 他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第二个意思 就是这句说话说出 他带出救恩的美善 因为他说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 唯要叫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存你们的生命 这个是药室在45章再说的 一句说话 因为神的差遣 又透过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人种 一连串的巧合 在丑陋的过程当中 叫他们看到 是上帝的意思拯救 因此是一种救恩的传递 只有一个有这种信心 有宽大的心胸的人 才看到 这么丑陋的一件事 居然代表上帝给他的慈爱 代表他的救赎 代表他的救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他指出这个好字 是讲出上帝的美好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好字 在《创世纪》最后一章 五十章 这个好字是什么时候出现过的 第一章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 神创造那七天 创造里面 五次上帝说 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 都是好的 都是甚好 五次 首尾 都是好的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上帝是好的上帝 他的创造是美善的 他的作为是好的 因为上帝是良善的 美好的上帝 作人看来 这些人 约失的遭遇 非常之不好 被大佬十个 放在坑里面 被主人 放在监牢里面 被人忽略 被人忘记 当然是不好 但是他看来 这个不过是他的训练场所 所以没有不好的地方 他唯一要做的 就是等候 在他所受的伤害里面 他真的好似我刚才说的 那沉殖的沉淀 沉静等候 因此各位弟兄姊妹 盼望你看得到 人的丑陋 甚至乎在家庭里面的偏心 虽然有室外的地方 虽然有彩衣 这个彩衣 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却成为上帝的光彩 第二点我们也都注意到 这整个约失的故事 不是说约失 是说到他生里面施行歧视的上帝 因为神没有难成的事 圣经里面重重复复 也都告诉我们 神没有不可能成就俗事 第三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我们不怕做梦 我们不怕向前看 我们不怕向上看 因为上帝能够叫我们愿梦 叫我们能够造成不可能造成的梦 上帝叫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 我们要将我们一切交给他管理 我们只要专行上帝的旨意 最后我们要将我们的家庭 交在神的手中 让神管理 让神主理我们的家庭 而我们每一个人 要专他的旨意来过每日的生活 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家 你成为他的儿女 假如你还未曾信他 何不值着今天有机会 能够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 因为他是私行歧视的神 好吗 现在请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个行歧视的神 你叫我们经过深谷高山 或者是非常急的河流 不过是叫我们接受你的训练之后 能够成为你恩典的出口 叫我们无论是深沉的低谷 或者是非常寒冷的高山 都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去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 训练我们 叫我们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每一个时段 来讨你的喜悦 愿你祝福你的教会 使他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日子里面 能够看到 仰望这位创始成终行歧视的神 得着你奇妙的带领 我们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